今日洗心定法师也将在浦门寺举办佛学讲座 为了能让佛陀教育能够广泛的传递给大众 佛光山浦门寺将于1月15、16、17日三天举办佛学讲座 离请人间福报发行人心定和尚主讲佛陀的开示 欢迎大家来到佛光山浦门寺 我们最近因应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我们新的阳年是三阳和谐 此外在新春的农历年的期间 在浦门寺也会举办农历初一到初三 会有新春礼千佛法会 另外在农历的我们一般俗称的拜庭宫 也会有供佛摘天法会 来自于在农历的正月十五 也会有这个一年一度的上登法会 到时候再欢迎各界的善信护法 前来这个佛光山浦门寺 一起参与我们这样殊胜因缘的一个法会 此外呢 新定和尚在新春期间 也希望为这个所有广大的护法信徒 给予佛法开示 所以特别在一月十五 十六 十七 连续三天 要在佛光山浦门寺的大雄宝殿 为所有广大的信徒 来举行这样的一场佛学讲座 讲题呢 是佛陀的开始 所以希望各位对佛法有兴趣的这些朋友们 大家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姻缘 一月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天的佛学讲座 千万不要错过咯 佛光山浦门寺 除了在过年前举办佛学讲座之外 在过年期间 大年初一到初山 也将举办礼迁佛法会 初八到初九 则是举行共佛栽天法会 欢迎各界善信护法 来到浦门寺 一起参与法会 法的新闻来龙雪永永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